大家好,歡迎來到天神娛樂台,我是天神 今天有一個城中熱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牛角泡妃呢? 最近有個女網友吃完之後就心有不甘 覺得她給900元的價錢竟然吃了300元質素的牛 之後就打了一篇長文放在Facebook那裡 就控訴這個牛角泡妃 起初也有些網民覺得這麼壞 但這個牛角的CEO王傑龍出來澄清之後 事件的風向又轉回 說這個女網友想吃霸王餐和一個西客 即是射上來想爬著數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整件事的始末 他們打的文章,CEO也好女網友也好都很長 所以我跟大家減化一下 開始前希望大家就給like和訂閱和支持 我繼續拍這個系列 以後有更多城中熱話都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我們先看看她原本的一篇文章 試完這個Nema就打了一篇叫黑心燒肉的文章 直至牛角泡妃瓦蘭分店 開始就說浪費她的時間和期待 給900元吃Lv.5的牛 誰知道就來了300元Lv.2的質素 老實說是她自己說的 一般情況下如果你沒有證據證實 而你又指控了別人又開了名字 其實別人可以告你誹謗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 你最好有證據才說 我們一起來看看她指控她的什麼 好了,圖一就是這裡 就是她第一回合叫的燒肉 拍這張照片是想傳給朋友看 就說覺得吃下去很硬 就不是和牛質素 之後她的朋友就說 咦,這些可能是有些混水摸魚 在她的朋友加持底下 她就心信 我剛剛一定是中了服 員工一定是給了一些 混購了一些便宜的和牛給我吃 引發起整件事的發生 第二點就是 她在雪糕機上擠了一些溶的雪糕出來 她說的而已 我們稍後再看看是不是發生了這件事 好了,第三點我覺得自己有點不合理 就是她跟朋友說完之後 她覺得牛真的可能混水摸魚 就跟經理投訴 經理聽完,員工收到投訴 一定是害人 尤其是你做飲食業 最怕這些麻煩客 其實給你一個碟 大家都不是給很多錢 又開心 又何樂而不為 她就馬上拿了兩碟好牛出來 反而令到市主更加生氣 她又覺得 咦?我剛剛一投訴完 你又馬上拿了一些好牛出來 是不是想補鑊 是不是代表你們真是混購了一些便宜的牛 老實說,你不可以這樣想 很多時候好像M技 你買一杯可樂 不小心跌了我們 別人都好心 就拿一杯可樂給你 可能是想大家有個愉快體驗 或者真的好心 或者不想怕麻煩 什麼都好 不代表她一定是錯的 我們一起看看CEO王傑龍 究竟怎樣去Defense 他就說根據電腦紀錄 這些是真相 因為不能騙的電腦 有一批人在9點入座 就是公司會員 但後來發掘了 原來他並不是公司會員 他將CAMON借的 然後他選了Level5放題 叫了49次吃 如果你不喜歡吃 覺得牛肉是不行的 因為叫這麼多份 然後期間投訴雪糕榮 吃了兩個小時之後 客人就舉手要求協助 說牛肉不行 然後他就給了1756元 然後就成功退回878元現金 然後離開餐廳 其實他已經拿了好處 他給了一半錢 吃了兩人份量的牛 不止兩個人 我覺得他吃了那份量 他贏了 但他還要放上網 因為其實你說牛肉行不行 其實是你自己說的 你說硬 其實我和你燒有關 因為你知道牛角抱飛的牛肉 是你自己燒的 並不是他弄好給你 所以你燒久了 都會影響牛的質素 你不懂得燒呢 如果你不懂得燒 你可以跟職員說 叫他燒一次給你看 看看是不是吃下去這麼硬 其實你舉手 職員會教你燒 或者他真的會幫你燒 抱飛我不知道 因為我以前吃的那些 是他逐碟計的 那些你叫的 一定會幫你燒 他已經退款 又送多兩碟牛給你 那你還想怎樣呢 老闆當然很生氣 不然他不會打這麼大的東西 你屈他 基本上他是覺得 還有人家有證據顯示 就是他辯駁你剛剛說的那些東西 首先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他說 那些和牛的客人 是放了兩個小時之後 那他先去投訴 那你放了兩個小時的牛 在沒有保鮮的情況下 一定是不行的 那你放到這裡 你先來投訴 那你玩完了 那你是不是真的想吃霸王餐 又好像你買了一杯雪糕 那你放了兩個小時 都溶完之後 然後就投訴 喂你這杯雪糕溶的 那之後呢 那就說要退錢 但是你除了雪糕 你已經吃了很多其他東西 那就是有點嫌疑 那之後呢 那他就找到一些破綻 那就說這些牛肉呢 那就是有些疑花折木之嫌 那還有擺得很久呢 你們都是無從判斷的 要不呢 你一擺出來 你就投訴 那你說你不認識 後來學會了 你才知道你才投訴 那其實都沒得說的 那好像我做過美容院 那客人投訴 就說他的眼睛燃了 但是呢 他兩個星期後才投訴 那你兩個星期後回來 那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 對吧 何況這些是食物 你放這麼久不吃 那為什麼呢 那大家就看到了 那他放了很久才投訴 那其實就真的很難幫到你的 那之後呢 那雪糕溶解的情況 那客人是9點 9點40分才出去拿雪糕 那之後呢 他就放了在這裡 一陣子才吃 那同時間的爐子在開很慢 那雪糕呢 放在旁邊一定會溶 那其實我覺得呢 雪糕這個位置有點弱智 為什麼呢 因為你擠出來溶的 一坨東西 他壞擠出來的時候已經溶了 那他問了員工的員工 他說 製冷是壞了 但是呢 他又照下聰明豆 照計這聰明豆 放在上面 你就不會下聰明豆 才下雪糕 對不對 那代表呢 你擠出來你覺得沒問題 你先下聰明豆 不然呢 就是智商有問題 為什麼智商有問題呢 因為他試了兩次 我覺得這裏很搞笑 他呢 只要一次溶的 就是放完聰明豆 之後再試一次 又放聰明豆 也是溶的 那你想怎樣呢 正常你知道有問題 你不會再弄多一次 你還要下聰明豆 那其實 我覺得你下聰明豆的最大原因 都是一開始這個雪糕沒問題 那你覺得 那我就馬上下聰明豆 那待會吃 放在這裡溶了你才來投訴 那順便呢 就可以試一下 可不可以挖到他呢 就退錢給你 那你成功啦 那最後 因為你 你吃這些霸王餐 你最重要就是奶 你奶他的東西 譬如奶的雪糕機 裡面的雪糕本身是溶的 奶的牛肉不行的 那要這樣奶 那他已經奶了一次了 但是我覺得 如果雪糕本身是不行的 你就不會下聰明豆 對不對 而且你不會做兩個 好搞笑的 真的 這個情況 好啦 那我們繼續看了 其實還有很多 很多一個便解的 那就是說 他吃了一百三十分鐘 近八碟牛肉之後 在賣單的時候 才保留兩個幾小時前 不吃的牛肉出來投訴 那其實真的沒有人幫到你 好老實說 那譬如你舉個例子 你吃的東西 一開始給你的時候 你就看到 嘩 不新鮮 那照計你也是馬上換的 對不對 那你不是喔 你放到最後 吃完其他東西 你先來買一次的退錢 那你擺明是想吃霸王餐 好老實說 你都很難洗脫 嫌疑 那除非你一開始說 你真的想吃東西的 你不是想吃霸王餐 你真的想吃東西 大家 不要爛爛麵 那你一開始就換了 安安心心吃完 那如果你覺得牛的質素 真的不行 你不會坐在這裡吃到兩個小時 吃到飽了 叫了整八碟東西 你不會叫到的嘛 那所以呢 他都露了口 最後被網民 斷炸 網民不斷炸 斷炸完之後 他就道歉了 就說 哎呀 我今期那個黑客 他自己都知道了 那我散略 因為真的廢話不多看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那些雪糕 那些牛排 那麼久 你又不一早說 那他其實是有錢貨的 大家網民 那些人呢 立即就起他底 起到很多錢貨 全部都是投訴的 那一次又去半島 那就在那裡 招一些食物 那他就說 他不是拿著素 但是後來呢 他也是拿著的 那挺搞笑的 那也挺麻煩的 那我想介紹多些 這個王傑龍的位置 我覺得呢 這個老闆 就算是比較貼地 那麼多人之中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參加過 那些窮虎的大作戰 其實你都很難 找到一些 富二代肯上去 跟你喊的 那裡面呢 他就說 生活逼人 跟一個低下階層的人 一起吃東西 那之後呢 那個女生就說 自己 沒吃過牛肉 就是一年 沒吃過牛肉 因為太怪了 那他都哭了 我覺得他 雖然 是鱷魚的眼淚 就是他 自己都是霸權的 其中之 但是起碼他 有情感 起碼他有 顯露過 他真的有同情過 我覺得都差很遠 那之後他也有搞派飯 雖然很短暫 起碼有下手做 那都算是這樣 那他平時呢 他牛角啊 或者他其他 牛拆窩那些 其實他的口碑都挺好的 那所以這次呢 王傑郎 那Simon 他澄清完之後呢 風向一定是轉過去的 那現在一個女仔 那就慘了 他會不會永久 給餐廳back list 因為他這樣玩法 都挺嚴重的 你吃完兩小時 吃完兩小時之後呢 先放你很久之前 叫的東西 那就投訴說 你的東西不行 之後呢 雪糕呢 又融掉之後呢 又投訴 這樣之後呢 就退了錢 都照呢 就放了上網 攻擊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放上去 你拿了 你拿了好處就算了 那你下次不如 再拿咯 你喜歡的話 你放上來 你拿了錢 又拿了 那其實真的很衰 我覺得 因為你做開服務業 你都知道了 就是適事靈人 大家開心就算了 他又不是故意 真的運水摸魚的 擺到命 人家都 賠了東西給你 好了 今集來到這裡 都有點長 希望幫到大家